这些质量是非常震撼的 我们的台湾人在身上 这不是我们的攻击 但是在最后 这不是台湾人在决定的决定吗 这是中国人在决定的决定的决定吗 这是中国人在决定的决定 日前上海车展当中的B&W迷你摊位 特地准备冰淇淋发送给现场参观的来宾 有一名灾包到了摊位之后 也想要去拿一盒免费的冰淇淋 但是没有想到这冰淇淋跟网路一样 有区域限制 只有外国人才吃得到 毕竟沦陷区的冰淇淋多半是用打火机烧 也不会融化的特殊加工品 两位工作人员可能是不希望自己的同胞 吃到这种垃圾食物 才只把冰发给外国人 可惜小粉红无法理解工作人员的用心 在整个大陆沦陷区掀起大规模的抵制运动 有些二手车商甚至还开了直播 当场动手砸车 根据了解 沦陷区宝马公司已经开始招募算命老师加入行销部门 因为没有什么科学方法能够预测小粉红何时会出征 还不如直接请老师算命还比较准确 好比说灌篮高手的原作锦上雄雁老师 应该也没有料到自己会入华 本月20号灌篮高手剧场版的动画 正是在中华民国大陆沦陷中灾区上映了 那么漫画原作者同时也是剧场版导演的锦上雄雁 在推特上面发布了主角功成良田的小动画 并且用中文向灾包宣传这部作品 不过却有小粉红指控锦上雄雁不怀好意 居然故意把China当中的H换成别的颜色 绝对不会去看了 China为什么要用不同的颜色 红色China是芝娜的意思 原来灌篮高手的作者故意用红色CINA式暗指芝娜 修入小粉红 你们不讲 大家还看不出来呢 不过还是有相当理性的灾包出面表示 有没有可能国旗也刚好是这两种颜色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越南版的宣传动画也是使用红黄两色设计 就是为了对应越南的国旗 看来只是小粉红玻璃心又自卑 才会动不动就觉得人家偷渡入华 不过既然小粉红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请记得坚决抵制灌篮高手剧场版 不要嘴巴说一套 最后还是溜进电影院来回味童年搞出上亿的票房 不止小粉红喜欢自己羞辱自己 赤匪也喜欢上节目暴露自己的无知 日前赤匪驻法国联络人卢沙也 上法国电视节目接受访问 当主持人问到赤匪为什么不断用武力威吓台湾的时候 罗欧也给出了一个绝妙的答案 这些小粉红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 还妄想决定别人的命运 随后卢沙也还是继续他的鬼扯 主持人提到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位的时候 跟屠杀了数百万灾包的前匪囚毛泽东往来相当密切 这件事情让很多的西方国家认为戴高乐错了 想不到卢沙也听到这段话之后马上恼羞成怒 反抢主持人 我们每次面对你封面对你封面对 你封面对我封面对你封面对 这些传言之后 你不能真正确 你不明白 你不问我这些传言 你叫这些传言 你叫这些传言之后 对 这些传言之后 老祖宗的姓名学实在是相当准确 取名叫做卢沙野这人果然是又卢又撒野 幸亏法国是一个爱护动物的国家 否则像卢沙野这种乱废的野生动物 在其他国家恐怕早已惨遭毒手 接着把焦点转回岛内 本月19号国语党立委李贵敏 针对网路诈骗盛行的现象 质询数位发展部的次长李怀仁 不过却有人质疑李怀仁次长在背询台上打瞌睡 这个审发会委员的时候 当他在讲说这个意大利的部分 欧洲的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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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GPP不能用你还跟他讲说 哦他是因为个资好像你很懂 这才不是打瞌睡 即使面对在野党立委的质询 次长还是闭眼感受立委精辟的分析 融会贯通之后用力点头 承认立委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优秀 这种谦虚接受指教的态度 完全符合乡才英文总统 要求阁员谦卑卑卑卑再卑卑的精神 而无奈的李怀仁次长也在脸书上发文喊冤 眼睛小错了吗 明明没有打瞌睡 但因为眼睛小被当成打瞌睡的事件 国中以后也偶有发生 只能说眼睛小 错了吗 对啊 眼睛小错了吗 我只是非常同意李怀仁大哥的说法 绝对没有打瞌睡 李次长说的完全就是我们小眼睛人的心声 难道我们真的 错了吗 新闻最后来关心正在争取 国与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郭台铭 本月23号郭董前往台南扫街 和乡亲握手签名 来者不拒 不过其中一位手持九二共识 台湾没事看板的民众 在邀请郭董签名的时候 却碰了软钉子 难道郭董 是不想帮九二共识背书吗 当然不是 大家都知道九二共识 一向是马英九先生的招牌 见字如见人 见到马前总统 当然没有比握手更能展现勇气 对不起我眼睛太小看不清楚 是展现尊重的做法 郭董虽然对九二共识保持尊重 但是也有自己的一套两岸论述 本月22号郭董就在自己举办的说明会当中解释 该怎么避免中共军机频繁 越过海峡中线 国民党甚至用我来当选 我认为军机就不会来 中华民族的国旗 但中华民族国歌 我觉得他们就不会 原来如此 所以如果之后中共的轰炸机胆敢飞进台湾岛上空 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应该马上到操场集合举行升旗典礼 升国旗唱国歌 这样就能够赶走入侵的赤匪 还能省下购买各种武器战斗机的国防预算 果然是有远见的CEO 除了教导大家要如何对抗万恶的赤匪 郭董也准备好迎战接下来的总统选举 甚至还将化身郭师傅 一个人打十个人 我不是耐打 我是打不死的 因为我是高官的师傅 高官都没有打死我怎么会打死呢 柚子你钱那么好赚那我也这样就好了 反正你以前到现在每一集不都这样播吗 那我就学你 反正我们频道都要结束了 然后你最后你也没有想要认真 那我就学你 因为我发现原来这样子观众也会喜欢 那我们就一起在这里睡觉 然后他们就会按爱心 按赞 因为你这样做就会获得按赞跟爱心 那我干嘛讲话 难怪高宏安市长 面对小金库质疑的时候 能够触遍不尽 原来是跟拥有大金库的郭董学了两招 难怪怎么打也不怕 新闻最后我们要提醒 有报名最后一次观众之夜的会员朋友 我们报名成功的确认信件 已经寄到各位的信商 请记得收信 期待在5月7号见到大家 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 各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的 YouTube频道或者追踪央视的IG账号 我叫做本台的YouTube会员 一起来众议官媒 当然包括央视的Facebook及Twitter账号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我们的YT会员功能将在5月31号正式关闭 但我们依然欢迎大家 继续陪我们走完最后一段路 露订阅和露爱 带来观众朋友 你家就会莫名冒出一堆蚊子 半夜吵得你不能睡觉 还怎么打都打不到 这是什么 好可怕哦 好可怕哦 观众朋友 如果大家要养柴犬就会知道 他们每年就是会掉两次毛 一次毛会掉半年 随随便便一把就是这么多 好吗 不要看柴犬可爱就像一样 他们其实 不是这么简单 好可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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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哦